我真的会无语,我在批考卷嘛,翻一下他们的考卷 然后这道题默写提问的是什么什么爱莲说里面 什么颂扬奇不与世俗同流合物的高洁精神 是一句理解性默写 就是众所周知,这绝对是出淤泥而不染灼清凉而不摇 并且我已经默了八百遍了 那个字容易错我也默了八百遍了 抄也都抄过了 然后你看他们写的啥 第一个,出油泥而不染 然后这个,灼清莲莲花 灼清莲而不摇 第二个,莲之爱同于者和人 不与世俗同流合物 第三个,这是啥,出真泥而不染吗 这边上这个我真的不知道还能怎么错 灼清莲而不摇 这干脆就是青色的莲花 在青色莲花里洗几,灼还不会写 这也是,那出啥,出淤泥的淤 这这这这 清莲呢,还两点水的清 世人甚爱牡丹,与独爱脸 与独爱脸啥呀,与独爱脸之啥啥啥呀 我的妈呀 嗯,这还写对啊,这也不对 灼清莲而不焦,嗯,挺好 出淋泥吗,这是啥,出淋泥而不染吗 嗯,嗯,脸又不对 这个,喂,爱脸花,你不知道 这个,这个,就仿佛画了个画 就是一个竹子啊,还在哭啊,还在笑 我真是搞不懂,我真的看不明白 脸出淤泥而不染 然后这个淤泥也写的不对 清莲而不摇 唉,然后问你爱脸说里面的 他写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越洋楼记,范仲淹也是会无语 那这一个也出真泥,出什么泥我也看不懂 又来了,又来了 然后灼清莲,这个灼而不焦,灼清莲而不焦 后面,后面好像都正常了啊 这,这,这个啥,而不砸 我反正看着是个砸啊,灼清莲 那这个字我真的说过,我真的说过好多遍了 我说这个字很容易错的啊 错的怎么写,就是写成这个莲 我黑板上都写了啊 嗯,这个也写不出来 唉 我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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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心累 救命啊 好